欢迎收看由粉酒中国酒魂独家冠名播出的特别节目 味道 我身后呢就是悠悠千载的辽河 我自己本身是辽宁人 所以这条河也是我的母亲河 但是辽河不仅仅只在辽宁 它其实是经过千回百转之后 流经四省 最终在辽宁的盘锦这个地方入海 另一方面呢 盘锦的美食可以说大部分都和辽河有关 那么现在我们身处盘锦 我们能发现什么样的美食呢 背头调查马上开始 作为一个辽宁人 盘锦我是不陌生的 这里滨海临河 潮沟交错 滩土遍布 早就听说盘锦的两张美食名片 分别是大米和和蟹 但来到这儿一路打听 当地人最先给我推荐的 却是一种似乎在东北地区 很少出现的食材 这么大吗 对 跟我以前见到的那个河豚 完全不一样 我天 这个河豚是什么品种 你提东方豚 这个在我之前在南方看到的河豚 完全不一样 背上那个刺和肚子上那个刺 都特别的突出 它特有的标志有金色 两个黑板 看着像那个日食一样 这就是红旗东方豚的一个标志 对 如何分辨一条河豚 好还是不好 右手这个是非常健康的 这个是健康的 对 这条墨绿背 白腹 眼突出 头大尾细的 这条鱼是长得非常标准的 这个吧 就是跟它来一比 还差一个等号 墨绿背的这个能怎么着 鱼又比较嫩 比较嫩 这个长得越来越老 这么大的河豚 我还是第一次见 王师傅说 它们是河豚中体型最大的 红旗东方豚 身长可以达到70厘米 我们都知道 河豚是一种回游鱼类 在海中产卵 淡水中生活 它们能在盘吉安家 也是得益于 辽河入海口的地理优势 人都听说过 东北还吃河豚 辽河口历代 老辈现在就是 打上来前 把皮也拔掉 头也不要 就要那个尾部这块的腰 这里面里 那张都不要 高和盐一眼 煎着吃或者炖着吃 光聊这么一会儿 您就说了好几种吃法 我看您这不光养河豚 现在也是 听您这聊天的状态 应该是河豚的专家了 王业刚与河豚 打了20年的交道 他不仅懂得养 还懂得吃 厨师服一换上 还挺有范 他告诉我 河豚有剧毒 在处理时 稍有不慎 就会发生危险 所以坐河豚的师傅 必须持正上岗 才能保证安全 这是我看过的 处理鱼当中 最费力 最复杂的 当然可能风险性 也最大的一种处理的方法 我自己中过毒 真中过毒 我手这会儿 有一个老拔 让河豚的分泌液碰上了 咱眼以后 让人手这味儿 是黄啥的 血液都变 黄的 柠檬黄的 除了汗都是黄的 然后这样的一个状态 持续了多久 十个月 这要是我的话 当时就崩溃了 都说干一行爱一行 但王师傅曾经严重中毒 还能坚持做到现在 他对烹饪河豚这件事 可是真爱 不知道在他手中 这鲜美的食材 会变成什么美味呢 在我的印象里 南方人做河豚 有红烧和白汁 两种做法 红烧酱香浓郁 白汁更能吃出 原有的鲜味 但王师傅 却把肥美的河豚肉 扔在了一边 跟鱼皮和鱼骨 较上了劲 他用两种边角料 分别熬了一锅汤 这到底要做什么呢 这两锅的状态 现在看起来 是完全不一样 你看这边是鱼骨 对吧 您这锅熬的是鱼皮 对对对 那在熬的过程当中 有区别吗 这两锅 有区别 运用的那些火法不一样 在用的是中火 汤在锅中弹成对流 汤汁比较白 合成鱼皮汤啊 属于微火 先看一下这个鱼皮的状态 就是它能拉馅 拉到这样的一个质地 说明它已经 非常非常的稠了 是的 如果我要不知道 这是鱼皮熬东西的话 当然我看 我觉得应该是糖浆 更像是糖浆一点 无论是色泽还是这个 粘稠度的感觉来说 但是它熬成这个状态 真的是了不得 哦 难道真的是要熬两锅不同的鱼汤呢 就在我百思不得其解时 王师傅又把鱼肉切块焯水 与葱姜酱油一起煸炒 这难道是要做一鱼三吃吗 直到他把炒好的鱼肉 黄豆 以及之前煮好的两种汤 混合并放凉之后 我才恍然大悟 这原来是要把河童 做成东北人爱吃的皮肚吗 哇 这个跟一般的这个动物的质感 完全不一样 需要这么用力吗 这个皮动不应该是 一切就开吗 可能于所有的静药 优皮 胶原蛋白全有 所以它的密度是很大的 是吧 其实说它是动物 但是这么拿下来看 也不完全是动物的那种感觉 我尝一下这个河童动物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 我尝这一口里边 其实动着质感的东西特别少 大部分都是非常实在的肉啊 皮啊 其实吃一口还是非常实在的 我原以为鱼动物会入口即化 但没想到它的口感是这么紧实 王师傅告诉我 能够节动主要是因为 鱼皮鱼骨中富含丰富的胶原蛋白 王师傅做了二十年厨师 只做一种食材 那就是河豚鱼 听他说 虽然养河豚做河豚 是一份充满挑战和风险的事业 每当食客们对他的手艺交口称赞时 那种收获的感觉才最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